市场原本也有些预期 两个大家符合预期的 就是中星881和中芯国际981 都是顺利掩蓝的 爆冷的就有东方海外和中国云桥 另外瑞星就会被剔走 蓝筹股的数目就会增加3个 恒指成分股就由66个增加到69个 6月13日就会生效 好,先谈谈云桥 因为都是挺出乎大家的预料之外 我猜不到 你有没有估计过或者想像过呢 其实看市场声音 因为我看新闻都没有人估计 就是云桥是大家都跌眼镜跌得很厉害 但是就做了做错 但是你说是否完全不理解 不是的 其实你要留意 就是这一刻我们看云桥的市值是902亿 但是如果你说过去一年的整体平均值上面 其实应该没那么高 所以你说恒新公司可能在现阶段来说 我真的不知道你想什么 应该这么说 如果应该这么说 用过去一年来计算 可能比现阶段更加高 因为上年炒得很厉害 例如说百度快寿的那些 一早就进入了恒指里面 所以这个就转变了 但是说炒就难搞的 因为说混桥这一刻 不计染蓝这个状况 本身是开始炒 因为市场就是炒着足低反弹 对经济衰退 没那么忧虑 所以一些有息金属股份 近期的反弹势头是不差的 利益本身纯粹是最OK 但问题是如果加上染蓝这些因素 就变相会相对地最波动 所以这四个里面 你看到宏桥的波动手势 是比较厉害的 其实都合理的 所以你说最难分析 我觉得这个会是宏桥 但是你说有没有估计过 老实说真的应该没人想过 但是我想恒指公司 近这三年做的事 我都是想不通估不到 所以说其实除了宏桥之外 316其实市值很合乎合理 但是你想想流通量这么低 这个就是市场一直觉得 它不是热门的主要原因 但是恒指公司也照入 但是你又想新不祥之前海底撈 海底撈的市值一样 流通市值一样是很低的 所以这一刻我想唯一一个启示 就是恒指公司选股的策略 或者准则上面 开始有一些很大的改变 所以未来每次掩蓝 可能都很刺激 或者他们的预期管理 就是想做到你猜不到的情况 不是说放晒风 我觉得他们又不是联储局 就是他们必须要这么做 但是我想市场很多声音 过这两年我自己都有骂 恒指公司这样撿个指数 为什么撿得这么差 所以他们是需要改变 但是你说这样去 纳入的情况下看结果 大家都是跟着结果去看 我觉得整件事不坏的 你真的没有那么多新经济股 但是问题是刚刚刚说 新经济股短线来说 可能有成分上来 所以为什么大家明白 就是说恒指过去10年的 performance差 港股固然是不能够说是特别厉害 但是恒生公司撿指数的技巧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是的 我们实际点问了 这样也叫做爆冷 今天是除静的 其实是1378 有朋友问如果没有货的话 可以怎么做呢 顺不顺势追了它呢 其实现在公开5% 我们说是难炒就不代表 完全不能炒 你顺势追追追 你上回到10元上来就会开心 但是输好理所当然 所以刚刚你的问题 要安心点买这些 染南股份 你用染南这种策略来 去做投资部署 一定不会安心 纯粹投机部署 当你没有什么想法 今天升什么 你又要追着它炒 我觉得你新进染南 你要去追 的确是会建议以弘桥 或者316这两只为主 相反正你见到 今天升得比较少的 881 或者981 我们觉得 因为基本面不配合 其实基本面本身都不是特别英俊 你想想现在你要追 原因就是你博有些被动资金 来未来去追 就是有些被禁资金去买 但与此同时 现在最主导的股市走势 很多时候都是一些主动 市场在想着经济前景 在想着后市的投资者 那些才是推动股价的最主要动力 而前者两只就是短线 本身有个上升的 momentum 再加上现在有被动资金 这些冲劲去追的时候 就升得比较多一些 但论直博率 一定不划算 因为我们都说 最好炒可能是1Q 但问题是 今天已经升了 你在它升了6%的时候再追 所以我们说开心的 就看10元流上 但跌回到9元这些水平 会处于一个格局就是 你不知道应该走 还是继续守下去 所以如果 你说买这些 新进揽筹 我觉得少住去试 因为整体而全体 直博率是不吸引 那个道理就好像 就是赌场赌钱一样 大家知道总会有机会赢 就会有机会输 但是就这样去追下去 不划算 所以如果4只里面 确定选择 我会选择316 但是316很难少住的 最非你的仓仓很大 就是316除了染蓝之外 就是近期这个航运股都强势 所以板链上见到几只 Arnold 都是说 如果真的想买这个染蓝概念 都是316就比较有建议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主要可能真的炒到 这些股份正式立入行指 的时候就受贡了 因为你讲的问题 316有破顶 破顶你去追 当然还有一定的水位 但是上升空间定不多 就是你的股仓很难大幅向上升 最多可能接近300元的位置 都OK的空间 但是其实纯粹真的高峰要高峰 因为316你这一刻 要定一个指线位 起码最少要10天线的位置 都是大心壮的 所以一个问题就是 拨这些最好就是少住宇博的 但是问题就是316你很难少住